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谓旧事之行者 这一句话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在一生当中遇到这个法门 能信 能修许 能真干 就如同经上所说的 过去身中我们遇到无量祝福 在无量祝福大会当中 广直善根 所以能信 能解 这是善根深厚 没有善根的人 纵然是居足事之辨重 听到这个法门 见到这个法门 他不能相信 不能接受 哪些人呢 大多数是知识分子 我们在年轻也是知识分子之一 有这个现象 我们是过来人 遇到了不相信 这个经展开来看 我们看不出 看不懂 看起来好像也不深 很浅显的神话故事 将极乐世界虚无缥缥 无法接受 看华严经 佛门里面的文艺作品 小书 描写想象当中的极乐世界 都是这样想法 没有人想到 这是真的 真有其次 决定没有人想到 像看西游记 看风声宝一样 是这种心态 来看佛经 这是什么 善根佛德 过去是有 现在被烦恼吸气 盖付了 障碍了 要花 二三十年的时间 才把这个障碍去掉 在真相下 二三十年的时间 不短了 天天在认真学习 有好老师在旁边指导 所以想起来 这实在是非常的幸运 如果没有这些老师 独处 指导 自己稍微懈怠一点 这一生 对这个法门就错过了 不是说 没有善根佛德 善根佛德 修得不够厚 善根佛德 真厚的人 我们也见过 农村里 阿公阿婆 一说 他就相信 他就不怀疑 这个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了 他自己不知道 这是大善根 大佛德 他没搞清楚 他就相信 听了就相信 就不怀疑 他就真干 三年五载 他就日之时之往生了 极乐世界去做佛了 这很得了 那么我们 让我们自己反省 我们的善根佛德 不如他 说不如他也未必 我们终究把这个经典 里头的奥秘 贯通 这是他们做不到的 让我们想起来 我是怎么个状况 过去善根佛德 一定很厚 只是 有这些烦恼习气 在障碍 没有那么快 透出来 不透出来 不得受用 今天里面的 奥秘也 见不到啊 有这些烦恼习气 我看不得了 我看不得了 他们也会有什么 我看不得了